李家阿妈,你儿子来电话了,快来接,我马上来了,谢谢。 这样的对白,这样的场景,曾经如此熟悉,这是一代上海人的记忆,它叫做传呼电话。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2511弄门口,有一处不到三平方米的公用电话亭,窗口前摆放着一台橙色的电话机,这是上海最后的传呼公用电话亭,88岁的吕树生在这里一坐就是25年。 8月6日下午,中心车记者来到吕树生所指手的传呼电话亭,吕树生正坐在电话亭内吹着电风扇,听着收音机。 1994年,吕树生和妻子从浦西洞迁到浦东该小区,1995年,为解决300多户居民打电话难的问题,小区区委会特意在小区门口搭了一个小房间,作为传呼电话亭。 当年繁忙的景象,吕树生依然历历在目。 这东西过来的房子,地方这个中心机没有的,人家没有电话,搞了一个公用电话,传呼的。 一地方打过来了,要拿家拿,记好门吧,记好记楼,下来以后,来喇叭去嗨的。 据了解,上海从1952年开始实行传呼电话业务,该业务曾经历了一段较为迅速的发展历程。 然而,随着住宅电话的普及和移动通信的发展,传呼电话亭一少人问津。 吕树生的传呼电话亭从原来的三名传呼员,四台传呼电话机,缩建成现在的一名传呼员和仅存的一台传呼电话机。 现在没有了,现在提事务这地方,事务的地方当出去啊,有手机没有的,有手机忙去的家里想了,有手机没有了。 虽然来打电话的人少了,但李树生的传呼电话亭并没有因此冷清下来。 80岁的李门龙先生告诉记者,以前没少接传呼电话,现在基本用不上了,但是不少老邻居闲瞎之余都喜欢围坐在传呼电话亭门口聊天,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。 当时的交通通信没这么发达啊,现在都是几间了啥,五级了,啥个啥个四级了什么东西。 现在我们基本上不大,没有用的,一年一次都没有用到,我们都认识我住在里面,他也住在里面,这个地方我们大家看看低低头讲一样话呀,聊聊天呀。 如今为了发挥电话亭的余热,在狭角的电话亭内,打气筒,创客天,打火机可谓一应俱全。 李树生告诉记者,退休后他靠退休工资生活,在这里是义务服务。 25年的坚守,让吕树生于电话亭结下了深厚的情感,坐在电话亭这儿,就好像他的另外一个家。 你那个大半生在家里上一个人也不好,我只有一个人,这里现在地方等于家里像亭了,媒体要来到这里的,这里等于养老养的这个地方。 日前,上海电信透露,上海很多传户电话亭其实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,正在计划开展退网的工作。 预计2020年关停上海全部传户电话。 对此,李树生表示,时代在更迭,一切顺其自然。